120 中國報 深航爆航襲驚雲大氣油打火機乘客機上途縱火 2015年7月27日國際精選 B07中國 廣州26日綜合電 廣州白雲機場爆航襲驚雲 據中國民航資源網報導 凌晨一時許 深圳航空一艦由浙江台洲飛往廣州的客機降落時 一名乘客企圖破壞機艙設施 危及飛行安全 機組人員和乘客將其制服 百雲機場接報後 啟動應急救援行動 經民航中南公安局證實 深圳航空公司ZH9648航班上 一名男子在機上企圖縱火未遂 目前警方已將疑犯控制 並介入調查 網傳消息指 機上有人帶備氣油和打火機 在機艙內點火 另外亦帶有刀具 機組人員及乘客與該男子搏鬥 導致兩人受傷 包括一名安保人員左手臂被劃傷 另一名乘客有手輕傷 由於機艙有部分位置起火 機長布料未遞 扣救 緊急疏散兩人受傷 新華社稱 飛機在百雲機場第三跑道安全著陸 機上95名旅客及9名機組人員被緊急疏散 截至凌晨4時 事件中無人員死亡 有兩人慶雙宋院救治 其中一名傷者手臂外傷經治療後已出院 另一位傷者腰部扭傷樓院觀察 報導稱 目前白雲機場航班升降秩序已恢復正常 旅客情緒安定 機場運行總體平穩 暫未知少事者動機 浙江溫州警方週五突擊摧毀一個企圖炸巴士的暴力恐怖組織 兩名新疆嚴犯反租轟閉 至少兩名恐怖分子被捕 由於台州與溫州相隔不遠 有網民擔心本次航班中火事件 與之前的恐襲事件有關 不少網民批評該航班起飛的台州路橋機場 安檢如同虛前 有人說 我有一次化妝包袋如有隻打火機 我自己都不記得 但試過安檢了 安檢員都沒檢查出來 去到酒店打開才知道有紙打火機 馬מם下اب頭疤 埃